10月22日下午,在西安市秦汉大道上跨龙海铁路立胶桥施工现场,两副总重量达3万吨的香梁桥体缓缓同步转动,准确地进入预定位置,中国首例双微构同转体桥转体成功。 记者从设计单位了解到,该工程的工序复杂性、准确性和测控技术难度均达到了中国国内的高标准, 其上跨立胶桥为左右双向桥体各重约15000吨,需用最短时间在最繁忙的铁路窗口期内,在同一个平面上保证平行转体位置,同步进行顺时针51度角转体,同步时间需一秒计算,转体精度更达到毫米以内。 本次的桥梁转体采用的是双幅微构同时转体,该种技术在国内上属首例,而且本次的采用的冬位达到了3万冬,在西北已经是最重的了。 在设计团队之初考虑到这其安大道的景观性,我们经过多龙的方案逼选,采用了双幅微构转体的技术, 该技术不断建立了梁高提升的景观效果,建立了造价的同时,还缩越了工期。 该桥梁转体的核心装备,转体制作由铁武院自主研发,采用一站式技术模式, 即球角设计,制造、安装、转体称重、牵引、监控全过程技术于一体, 施工难度非常大,设计过程极其复杂,是中国国内工程自主设计及科研转化相结合的又一成功案例。 本项目的建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,促进临同区旅游发展,具有极大重要意义。 而上跨龙海铁路转体节点的工程,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节点工程, 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